大家好,今年的五月底特别的干热 现在花都提前的开了 晚年都要到六月初的 今天给大家看一下院子里大概的情况 去年的大蒜是分批种的 前前后后差了有一个多月 现在看来好多的蒜苔都已经开始冒出来了 时间上好像并没有大的差别 只有最北面的一小片 好像还基本上还没有冒头 所以可能还是阳光的问题 韭菜是收了两茶了 包了很多的韭菜盒子 然后这块地方呢阳光最好 所以我把一部分韭菜根已经挪走了 现在剩下这一些 那今天看来突然间就发现 有一些韭菜花已经冒出来了 相比韭菜而言 这个韭菜花是更香的 开村种了两匹洋葱 现在看来大小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这棵是去年留下来的洋葱 现在长得非常的粗壮 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可以收获 这是今年春天种下去的红葱头 现在长的叶子有点弯弯绕绕的 露天过冬的红葱头明显的长得壮一些 等最后收获的时候再来比较一下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吧 开村种的香菜收了几茶了 现在已经杆子比较高 但是呢也还是比较嫩的 自己长起来的香菜也比较大了 这栋菠菜一直躲在这些大叶子底下 看现在它的叶子还是挺好的 所以明年春天种菠菜的时候 还是要找一个比较阴凉的地方 国冬的甜菜吃了很多叶子 尤其是这个白色的 叶子特别的肥大 然后这个红色的呢 现在抽抬得非常厉害 我就留了这几株 等着看一下它这个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腾出来的地方种上了几根红薯腾 第一次尝试种红薯 希望能有点收获吧 尖叫的小椰桶好 最近长得特别快 不到一个礼拜又可以收获了 红薯菜已经收获好几次了 因为躲在这些大叶子底下 好像现在还没有看见搓台的迹象 这个生菜是露天狱的苗 我移栽了一下 然后后面就长得比较快 然后我就掰着外头的叶子吃 这个现在看来也还没有搓台的迹象 而且这种生菜的口感 还是比那个红生菜要好一些 大豆的花开了有一阵了 今年我是等这个花有了四五成之后 就把上面的顶掐掉了 所以现在基本上这个小豆匣都接下了 然后现在再长出来的侧子呢 我就把它们掐下来当豆苗吃 第一批种下去的豌豆是甜脆豆 虽然活下来没几株 但是现在也已经开始有几个豆酱了 但是后面补种的荷兰豆 估计还得等一阵 帕登斯基豆还相对小一些 不过我已经给它们拉好了网子 长江豆是这两天才种下去的 矮生的四季豆是直接下的种子 已经有八九天了 长得好像挺慢的 大西红柿有一种已经开花了 另外一种也已经有花苞了 今年新买的这个杂交品种的小西红柿 反倒长得比大西红柿还慢一些 现在才出现花苞 茄子苗现在有四种 有两种是我自己育的苗 另外两种是朋友给的 有一种绿茄子 据说味道特别好 希望能有好的产量 辣椒苗移栽之后有一阵子了 但是因为前一阵温度还是低 所以到现在长得不是很多 这是现在地理最占的地方的 其实是二月份预的一批苗 首先是这个西兰花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见菜花的样子 但是每一株都占了很大的地方 这个球晶甘蓝也是伸展得很开 下面现在能看见一点点小球晶 但是不知道最后能长成什么样子 豹子甘蓝之前试过两次了 都没有成功过 今年现在这个状态是长得最壮的样子了 但是最近发现有不少的青虫在上面 看着又有点悬 紫花菜去年是八月份才开始收获的 所以我也不着急了 转型菜是去年被虫子啃得最厉害的 基本上是颗粒无收 所以今年有一些我就盖了网子 现在看上去已经开始包心了 希望能收获几个菜头吧 最早的胡萝卜小苗被不知道什么小动物啃的 基本上就只剩这几株了 后来又试了一批 种在菜框里的还是都被啃完了 倒是种在这个盆子里的剩了十几株 所以今年的胡萝卜就是这么的可怜了 这些草莓是我前几年从种植育的苗 今年已栽了一下之后 现在每一株上面都已经开始挂了小果子 在慢慢的长大 然后我在上面盖了一个铁丝网 希望我们今年能尝到几个自然成熟的新鲜的草莓 前几天我还把生姜苗种到了大盆里面 这两天太晒了 我就把它们放在这个草丛旁边躲阴凉 希望今年能收到生姜 几个大花盆里还种了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尤其是这个羊姜现在长得特别快 前两天也是干旱 所以浇了点水之后马上又很精神了 希望今年也能收获羊姜 以上就是我的小菜蒂目前的基本情况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回见